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藏尼连爱汉堡 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 我们的新普斯音家第18季 第一集 新的一天 新小妹和小新走上校车 小新还是和往常一样顽皮 一个人占了两个座位 新小妹没了位置 只好向司机求救 可司机并不想理会这件事 反而开始听起了摇滚 新小妹心一着急 就拉了一下司机 谁知道这一拉 自带就掉到了地上 音乐也听不了了 车上的同学们都很有声地唱起了歌 来缓解司机的忧愁 可唱的歌实在不惊人 司机打开他的收音机 可惜也没有什么令他满意的音乐 就在这时 他看到路边有一个重金属乐队 他们似乎是车子坏了 正当司机跳下去时 表示愿意在这个乐队的时候 小新已经把校车开走了 恼羞承诺司机见到小新就要开打 好在校长及时出现 才救下了小新 司机先生也因此被停职停薪处罚了 万般无奈之下 新妈只好尽可能多地接送小朋友 以弥补小新犯的错 新妈沿途接了很多的小朋友 现在再接一个小朋友 就能去学校了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一个沉默的小孩 站在街道边 这个小孩名叫迈克 双胞胎姐妹很不喜欢他 认为他沉默 诡异又恶心 迈克上了车之后 翻开书包 发现自己忘带数学书了 新妈就开车到他家里去取 再看到迈克家和他的爸爸之后 小朋友们都惊呆了 尤其是刚才欺负他的小胖子 他十分害怕迈克报复他 毕竟他爸爸是黑社会老大 迈克到了学校 同学们的眼神中都带着恐惧和害怕 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 迈克经过的地方 人们都会自行让开一条路 为了避免他踩到地上的呕吐 威力直接躺在上面 让他从自己的身体上过去 只有新小妹看着眼前的一切 有些同情迈克 在合奏中 迈克吹奏出了问题 老师本来大发雷霆 一看是他 马上就变成了满脸讨好 最终还被吓得逃出了教室 新小妹看着迈克 有原来被孤立 倒被畏惧 始终都是一个人 他主动地去和迈克吃饭 迈克看着眼前和他吃饭的新小妹 亲切地告诉他 不必怕他 他和自己的父亲不一样 说完 两个人就开始吃饭了 可在食堂的饭里 既然吃出了五号电池 新小妹再也吃不下去了 迈克告诉他 自己会做饭 他们来到草地旁 迈克带着新小妹 吃了很多能吃的果子 新小妹觉得 迈克将来一定会是一位 了不起的厨子 可迈克神情忧伤 他的父亲 希望他能够接替家族企业 这时迈克的父亲 也就是胖托尼 开车来到了几个孩子旁边 邀请他们一起兜分 在行驶的路上 胖托尼通过后视镜 看到了自己的敌人正驱车 在后面追赶 胖托尼拿起眼镜仔的一本书 翻开扔在地上 书上的肩钩 撒破了敌人的车轮胎 他们的车 撞在了小苏打车上 然后又被前来的促车撞了 泡沫模糊了敌人的视线 正当他们还在自我安慰之时 一辆炸药车撞了上来 所有的车都燃烧了起来 黑社会老大也不容易啊 首先要有精准的判断 还得学好数理化学 计算角度和生成的反应 多读书总是没有错的 言归正传 胖托尼把孩子们安全送回了家 并为驾驶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向新妈道歉 麦克很喜欢辛普森一家 希望爸爸晚上能邀请他们到家吃饭 胖托尼同意了 一家人就这样到了胖托尼家 一栋豪华别墅 正当他们高兴地吃着晚餐 家里突然来了不速之客 胖托尼的敌人来了 双方开始坐下来谈判 胖托尼十分不满意对方最近的举动 因为他们杀了自己的人 对方满不在乎 表示他们想杀是他本人 杀几个他的人算得了什么事 胖托尼警告他们不要做傻事 他如果死了 麦克接地他的位置 他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此时麦克正做了甜品 邀请辛普森一家品尝 这味道却是十分美味 亲小妹鼓励他 去把蛋糕给他父亲尝一下 他父亲一定可以发现 麦克在做饭上的天赋 此时的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 麦克畏畏缩缩地把蛋糕分给了他们 确实十分的美味 但是在得知这是麦克自己做的 并且他说自己还想当厨师之后 胖托尼的表情有些凝重 他的敌人此时却开怀大笑 对对对 你的孩子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他会怎么杀我 用汤吗 胖托尼有些失望 因为他能和敌人达成共识 也有部分原因 是因为这个孩子 他对麦克寄予了厚望 亲小妹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仍然怀着一腔热血 劝着胖托尼 就在这时三个敌人架着直升飞机 对他们射出了导弹 始料未解胖托尼受到袭击后身受重伤 胖托尼虽然没有死 但是也只能等到三个月之后 才能恢复元气 在这三个月中 麦克只能暂时接替他父亲的工作 然而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 辛巴克小心在一旁安慰他 事情既然是新小妹搞出来的 那么他们有义务帮助麦克打理他父亲的事 辛巴决定帮助他打理 直到他父亲恢复健康 然而辛巴怎么会当黑社会老大 他对黑社会的印象还停留在电影里 这不马上就尝到了苦头 手下人告诉他 老毛子欠了他们五十块钱 辛巴随即表示 交给我吧 我办事你放心 一走进酒馆 辛巴救了老毛子的脖领子 就是一顿耍恨 老毛子一脸不屑 就这 反而抓住了辛巴的脖领子 是不是给你脸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上次坐车没给钱 拿钱来 辛巴畏畏缩缩掏掏出五十块钱给他 好了 现在该他要了 老毛子把刚刚辛巴给的钱 分给了他一半 就把他打发走了 这真是说最狠的话 做最傻的事 当老大还是做慈善呢 辛比他怕会来势多了 他就像小丑要保护费 如果不给的话 就把他赶出去 小丑刚开始也不想给 毕竟一个小孩子 能翻起什么浪 谁知 辛朝手下点了点头 两人上前把小丑胖揍了一顿 听那凄惨的叫声 好像是一川声音都给他打遍了 辛巴和辛自从接手了黑社会 连车都挤辆挤辆的开 一时风光无限 晚上 几个黑社会核心成员正在打台 邻居弗兰德手里拿着信件走过来 除了迈克 其他人都抄写家伙对准了他 弗兰德表示 有分信记错了 自己只是来送信的 说完 就吓着跑开了 辛巴和小新看着被吓跑的弗兰德 奸诈地笑了起来 商讨着 该怎么样惩罚这个无心闯入的可怜虫 迈克却再也不能忍受他们这样胡搞了 父亲在世 并不像他们一样欺负普通老百姓 他当即宣布 他和他们一起退出黑社会的生意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 迈克召集了父亲的死对头们 告诉他们 自己愿意放弃父亲的地盘 希望他们能够保证 自己和幸福森两家人的安全 自己现在唯一的事业就是做菜 迈克亲自做了一桌菜 来款待父亲的几位敌人 他们都表示 迈克做得很对 因为他对于做菜确实很有天赋 谁知 他们三个人刚吃不久 就倒在地上 辛巴上去闻了一下他们吃的肉丸 发现上面被人下了毒 辛巴怀疑是辛巴 辛巴当即吃了很多肉丸 来证明此事与他无关 可能有这脑子 说小心的可信度还高一点 总之那三个人死掉了 迈克随手扔掉了自己的食谱 辛小妹捡起来一看 肉 辣椒 毒药 毒药是迈克下的毒 迈克来到了父亲的床前 父亲亲切表达了 自己周围看起来亲和的儿子 即使看到这一切 辛小妹仍不愿意相信 这件事真的是迈克做的 他希望迈克能够告诉他 那只是一个意外 然而迈克像是变了一个人 冷冷地告诉他 不要过用他生意上的事 辛小妹来不及消化这一切 迈克就在他眼前关上了门 他悄悄打开了门 看着里面正在玩耍着的迈克 也许期待他们还能一起玩 可他的手下再次关上了门 这扇门不会再开启了 即使迈克依旧会像其他孩子一样玩耍 可他们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本集致敬了1972年 在美国上映的电影《教父》 动漫中的胖托尼 就是电影里的老教父 他是美国本部黑手党 克莱昂家族首领 带领家族 从事了非法生意 但他也是许多弱小平民的保护神 就像胖托尼 他虽然是黑社会老大 但是他愿意去了解自己的孩子 接纳孩子的朋友 即使知道 辛小妹说的那些话有多天真 以至于最后让敌人钻了空子 也没有丝毫责备过他 电影中的迈克 是老教父的三儿子 和动漫里的一样 他本来无心继承家族产业 奈何我不犯人人来犯我 他只好先下手了结了敌人 他并不是伴助吃老虎 一开始的时候 的确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一直与父亲保持距离 可是敌人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贝比无奈他 只好反击 最终成为新一代教皇 陪社会的老大 辛小妹就是电影中的 凯麦克的前女友 她只从外面窥见这个庞大的家族 并不知道里面的兴奋血雨 她的生活 没有教会她在敌我对战中 稍有不胜 就会付出生命 但她终究也明白了 眼前的人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 在父亲庇佑下无忧无虑的人 在她身上担负的 是整个家族 本期视频就要这了 现在小伙伴比方点赞 评价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